列车进站还没真的停下 只见白衣黑裤的男子突然纵身而上 翻越越台闸门 瞬间在列车与越台缝隙间失去踪影 男子不知为何要跳越台 竟被卷入车底 这时发生感人一幕 现场工作人员 一群来搭地铁的官兵 还有热心的民众一起奋力推动地铁 终于把男子救出 但可惜送医后仍伤众不治 而另一幕惊险画面 则发生在湖北襄阳 他竟然在火车通过的时候 靠近列车用手去摸 高速行驶的列车车厢 等火车驶过之后 小男孩还走上铁轨向列车挥手 这名八岁男童放暑假没事 跟父母说要在院子玩耍 没想到尽一个人闯进铁轨 还好监控人员提早发现 他在铁轨上捡石头 已经通知过往列车放慢速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综合报道